2021这个庚子年真的是多事之秋 好歹也快过完了 终于要迎接2022 盲眼龙婆留下了这个恐怖语言 更猛暴的病毒 还有外星人入侵会俘虏 我们宁愿相信这些州只是为言耸听 但是您来看看 从南极州 北爱尔兰到五角大厦 这些线索我们要怎么解释 庚子年剩下三天 我们终于要送走了庚子年 各位观众 2022年会是一个什么年呢 大家都希望是个平安健康 安安静静的一个年 我也希望 庚子年太多事情了 好 2022年让我们来听林梅怎么说 第一个林梅当然要盲眼神婆的预言 我要跟大家讲 盲眼神婆她是保加利亚的神婆 她在1996年25年前已经往生了 84岁 但是她太厉害了 她往生前把每一年的预言全部写下来 你说写得准不准 她走了以后 她说会发生911恐怖 中了 中了 更厉害 我觉得有个简单不可思议 前年她说英国会偷 连这个也中了 连这个都中了 好 她因为她留下来的 从1996年留下来每一年 很多都中了 但有两个没中 因为有一个她说俄罗斯总统会被刺杀 好 还好没中 还好没中 还有一个她说2014年会发生核弹 还好没中 对 这两个没中 但大部分会中了 因此我们来看 她在2022年 25年后 她留下了什么东西 第一个我最讨厌的 有一波更猛的病毒出现在亚洲 还不够吗 还不够 还不够吗 对 然后亚洲会面临大水患 最奇怪是这句话 外星人恐进入地球 进入地球之后 外星人会发送一颗小行星 放小行星来撞地球吗 然后甚至会俘虏人类 这个看得触目惊心 好 那除了盲眼神波之外 英国有个林媒 36岁的尼可纳斯 尼可纳斯说 她是埃及艳后转世 你不要看 她长得还真有点像埃及艳后 很秀气 完全有那个埃及艳后 那个妇女的贵气 好 她平常预言都是比较小众的 个人的 她预言准不是准的 她居然说 明年 这个乡村歌手 肯一威斯特会离婚 就第二年 肯一威斯特真的离婚了 她说梅根王妃会乱英国王室 她也争争了 争争了 对 所以她讲的一大堆个人的事情 都非常的准 好 尼可纳斯也说了 2022年 我有我的预言 她说 一颗来自太阳系的小行星 将坠落于地球中 我跟你讲 我认为这是假的 他怎么会跟神婆两个都上了 我本来认为这根本是假的 第一个小行星我们都有监测的 明年没有小行星会撞地球的 但现在这个神婆说 是外星人发送了小行星来撞地球 这就可怕了 既然两个人里面都有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两个都预言了 但是尼可拉斯预言比较好 他后面还有 他说美国军方会发射一个东西去撞这个小行星 把小行星撞走 让人类幸免于烂 这不就是LASA现在正在实验的事情 LASA现在正在实验的事情 我个人因为喜欢上之天文下之理 我还比较喜欢讲外星人 这个听起来最诡异的 对 他说外星人会俘虏人类 好了 就在他讲完之后 这个人跳出来 这个人是什么 叫路易斯 是五角大厦的情报员 国防部聘他做空中威胁计划主持人 好 观众大家 他就说了 其实地球根本就是外星人的一个动物园 我们都是他们看的可爱动物区 大家看这个最有名的 国防部公布的这个影片 就是这个F-18大黄蜂 追逐一个不明的飞行物 这个东西就是他负责的 就他揭露出来的 这个计划就是他负责的 他揭露 他说人类比你想象的更渺小 外星人其实已经在地球上了 他们已经进来了 他的身份地位 他是国防部的计划领导人 好 除了他之后 最近突然就有个新闻 大家可以上Google去Google 北二蓝跳出来说了 是我们今年看到不明飞行的次数 优势来最多 都在北二蓝 对 我们看到八次 2021就八次了 2022就八次 那大家说八次你看到 大家都看到了 我告诉你 有一个是监视器照下来的 好 除了这个 我要跟大家讲这个 这个是 这什么地方 这是蓝极的最中央 蓝极的最中央 世界最冷的地方 那是没人去的地方 是 就用Google 这个一看 Google一看 看到一个星形 先看到一个星形的大裂洞 对 星形的大裂洞旁边 居然有一个蓝色的圆盘东西 这个圆盘东西 他一拉一测 用Google测 40公尺 那也很大的一个圈 40公尺 40公尺 然后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大裂缝 是 蓝极中心是 全世界最冷的地方 这大裂缝不是 不是湖泊 不是人为的 这是被砸出来的 这个不能骗人 你知道为什么 这是Google 造出来的 是 好 所以 究竟 盲眼神婆 跟尼可拉斯 都提到外星人 2022年 会不会是一个外星人的事件 好 最近在美国宾州 居然举行了 快一个月的纪念活动 纪念什么呢 就是 凯克斯堡UFO事件 56周年 那里发生什么事了 我告诉你 这个是 有史来第一次 NASA 去 打官司 控告美国军方 掩盖事实 NASA 你有听过 太空总署去 告美国军方吗 它应该才是 最隐晦的单位吧 好 这是1962年 12月9号 就是12月 56周年 它庆祝 12月9号来 一个巨大火球 从加拿大 一路飞过纽约州 维基米亚州 是 调到宾州的 凯克斯堡 啪一下 掉到森林里面 一颗火球 一颗火球 森林大火 消防队 哇 都去救森林大火 一救之后 消防队到现场看 撒住了 为什么 看到这个东西 一个像真果一样的东西 像果的东西 而且是 暗金色的 暗金色的 好 第三个 它在地上一直旋转 第四个 它有动力啊 更绝世 我跟你讲 你看起来 这是他们纪念物了 纪念物 你看起来是很硬的 对不对 他们一伸手摸 撒住了 怎么了吗 是软的 很细腻柔软 还没完 用刮 对不起 没办法刮刮乐 没办法列一下刮痕 它这么软 然后又没有刮痕 没有任何刮痕 而且它没有任何 接缝跟锚钉 那什么材料啊 就在他们家 奇怪的时候 啪一下军方来了 全部封锁现场 全部清空 是 然后就用超级大卡车 一辆一辆来 把它运走了 那个火球就是燃烧着它 从空中砸下来 对 好 然后人家所有人都来了 就说这什么东西啊 军方说没有找到东西 那明明有东西啊 没找到东西 军方就是没找到东西啊 结果2003年 美国发生起义的事情 什么事 NASA去控告美国军方 说这件事情 你隐瞒 隐瞒消息 你要把东西交出来 要把资料公布 资料已经到解密时间了 NASA去告它 结果军方就说 好 我交出来 交了什么东西 这是俄罗斯的 这个摔下来的卫星 是吗 不晓得 好 后来人家告诉接受法 在这次周年的时候 人家就说 里面有不明白的象形文字 好 象形文字 那居然有 到底是不是俄罗斯卫星呢 我告诉各位 最近卫星又发生一件事情 中国大陆到联合国 去告美国 去告马斯克 马斯克 马斯克不是要抱中国大腿 在那边坐电动车 一般都是美国到联合国 去告中国大陆 是 就像有中国大陆 连破天荒 去联合国告美国 告马斯克 发生什么事情 原来这一公布 马斯克的星链 里面有两颗卫星 居然无故的两度 接近中国天宫太空站 这什么意思 它接近啊 接近撞了以后就爆炸了 天大地大 你居然去贴着它 结果你知道天宫太空站 发生什么事情呢 紧急行动 回避这两颗 代表是 千军一罚很危险 对 千军一罚很危险 结果这个 联合国今天 昨天一公布出来 中国的网军 炸锅了 通通去 小粉红全部去出征 然后说我们 根本以后 不要买特斯拉的产品了 所以你简直不敢相信 在太空中 也发生了这种事情 所以太空不只是 中国大陆跟美国 在那边争霸天下 俄罗斯说 不要乱忘了我啊 太空中还有我啊 好 大家来看这个 最近你知道吗 包括了银河号啦 这个Space啊 甚至贝佐斯啊 都要弄太空旅游 把人弄上太空去旅游 俄罗斯说还有我啊 你们不要忘记我是老大 俄罗斯最近 注意看 把个日本的时尚 这个巨富 给送上了国际太空站 这个是日本巨富 日本巨富 时尚界的巨富 对 他多高兴在国际太空站里面 这是俄罗斯第一次 干这个事情 好 俄罗斯一干 这个奇球以后就说 这个SpaceX你出来以后 让我差点破产 我也要加入太空旅游 他更厉害 他现在居然在国际太空站 要弄一个什么新的旅游舱附加上去 以后你不要跟太空舱挤在一起了 我给你一个旅游舱 一个套房 一个套房 还没完 你住套房 第二个 我一定会让你到外面去 太空漫步 好 太空漫步 第三个 那我不要指太空漫步啊 我也不要指这个坐旅游舱啦 第三个 我让你绕地球一圈 这就厉害了 哇 你知道 维京跟SpaceX都只飞到 不算真正高空上 去晃一晃 你就沿途欣赏一下 大家就过过干瘾了 过过干瘾了 现在俄罗斯是 包装的行程 我给你专门的旅游舱 我给你出去太空漫步 我给你绕地球一圈 好狂啊 好狂啊 俄罗斯说 日本人 美国人 这个中国大陆人 不要忘记 最早上太空的 是我 所以太空 还是我要 争霸天下 所以来自新海的 任何的一举一动 不是你中国人 美国人的事 不要忘了我普丁大地啊 最后外星人 不要射小星星 再过几天 我们要跨年了 迎向2019 今天 接下来呢 中国要带我们来看看 眼盲心不盲 非常有名人家说 他预言最准的就是他 欧洲龙婆 他又来大句言了 是 龙婆就是我们看板上的这一位 这是年轻的他 这是老的他 但是我要先讲 他1996年85岁 他已经去世了 可是郡相 恐怖的是 他去世之前 已经留下很多预言了 其中 2019年 2018这一段期间 他的预言现在被人家翻出来了 有准吗 我告诉各位 因为这是一个未来事 准不准 我们可以接下来来印证 但是很惊悚 首先他讲 他说普丁会被人家刺杀 暗杀 而且很可能暗杀他的人 是自己安全团队内部的人 来 我必须要先跟观众朋友 报告一件事情 郡相 你晓得普丁其实在2012年就曾经被人家刺杀过 失败 后来他就加强了他的这个内卫 中卫 外卫的这个 我们讲的四位等级 他自己是KGB的 他自己是情报出身的 郡相 他也会老 我告诉你 他现在的四位仿佛肉强 人肉强一样的保护他 但是现在龙婆竟然大胆预言 说可能在接下来一直到2019的同时 有人会刺杀他 那难道真的内部的人 有人会看他不顺眼吗 不过 他并没有讲他会不会死 第二个 说川普 好 我们讲的川普最低跟中美大战 对不对 气急败坏的 身体要注意一下 果然 龙婆万家就说 川普 你很可能会感染到 一种不明原因的疾病 接下来恶心恶明 脑损伤 最后会丧失听力 他会耳聋吗 俊相 这个我们接下来可能 两大强权国家 这两个领导人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 我们秉析以待 所以我们再讲到了这个 欧洲龙婆 你的预言准或不准 值不值得我今天坐在我家客厅沙发 听你龙婆讲上一段 我们就来看看 过去他预言过的 有没有准 我保证让俊相听了背脊发凉 1996年他死掉对不对 对 你还记不记得911 恐怖攻击发生再几年 20 他死完之后呢 对嘛 2001年嘛 对不对 怎么5年后他预言到了 他预言到 也就是说他死亡之前 他留下的预言是延后到后面 几十年的会发生的事情 他都已经跟你讲了 我们光讲911 就是5年后的事情了 对不对 还没伊斯兰国的崛起 是这十几年来的吧 他也预言到了 连IS他也预言了 那再来俊相 你应该也很熟悉 比方说包括意大利 西班牙 这些国家的破产 希腊的破产 对不对 他也预言到 欧珠五国的出现 更恐怖的是观众朋友 你听了你觉得不可思议 他说英国会脱欧 什么叫英国会脱欧 在他那个年代 哪有什么英国脱欧 他砸死也不会想到 他有预言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马上讲 龙婆万家 他小时候就曾经发生过 一件奇妙的事情 他不是天生就有这种预言能力的 他是有一会儿12岁的时候 遇到一个大风暴 结果他就失踪了 后来家人找到他的时候 他仿佛天灵盖被打开一样 他的眼睛被泥土封盖着 家人就问他说 你到底遭遇什么事情 你现在眼睛怎么会被泥土封盖 他说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从此 泥土封盖的眼睛就瞎了 然后他就跟他的家人说 我看到一些幻象 我好像可以预言 家人觉得会不会是失踪的原因 脑袋变得怪怪的 但到了16岁的时候 他突然就真的可以预言了 我跟各位讲 在16岁的时候 他预言了很多的一些 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后来一传十传百 整个保加利亚全国都知道 立刻就把画面中你看到的龙婆 列为了机密保护的对象 还成立了万家保护委员会 君相 你晓不晓得 那时候希特勒不是快要崛起了吗 希特勒也去找过他 然后希特勒去的时候 是你知道希特勒的人不可一世 进去的时候意气风发 但出来的时候垂头丧气 龙婆用什么让他折服 其实那段对话没有人知道 但我们这样子分析 龙婆很可能有告诉希特勒 你会灭亡 好 接下来后来他不是变成 有成立一个万家保护委员会吗 负责的人叫做诺夫 一个心理学家叫诺夫这个人 诺夫这个人他必须是学者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就听过万家的名号了 可是他一直觉得 他可能是虚有其表 所以有一伙诺夫那时候 在20岁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跟一个助教 讲说我们去拜访他 但是我们想办法去提馆 好了 两个人就到了 这个龙婆所在保加利亚的村庄 他们一直怀疑 万家很可能会买通眼线 比方说俊相我们两个去 然后我们在排队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跟别人先聊 然后万家的眼线就会告诉他 刚刚来了一个中生的主播徐俊相 还有一个名嘴张宗博 那他是不是就赶快知道他们的背景 然后讲你想听的话 对不对 有道理吧 所以那个洛夫很聪明 他把车停得老远 然后用步行的 然后混入人群 不跟人群谈话 然后走着走着走着 终于轮到他们 就万家就先对那个助教说 你爸是怎么死的 死于几年几月几号 那个助教一听就已经 怎么可能你会知道 你妈妈还没死 你妈得什么病我也知道 助教越来越紧张 接下来他还说 你结婚一阵子了 一直都没小孩对不对 不要担心 回去之后马上会生 那助教听得好开心 好 谢谢 谢谢龙婆 回去 回头 下一个是不是该那个 洛夫 那个心理学家 洛夫20岁 年轻气盛 一坐下来还是不太相信 万家马上对着这个洛夫讲 你怎么现在来了呢 你是来考我的吧 你来得太早了 你迟早还会再来 这个洛夫一听 你在说什么东西 什么叫做我来太早 我迟早会再来 你知道洛夫后来成为什么样的人物吗 什么人物 洛夫后来成为了 保护万家委员会的委员长 有这么巧 他已经预言了 就当然后来洛夫必须再回去找他 因为他成为了保护他的Leader领导 好 你除了看到了这个 万家这么厉害之外 他连他的家人的死期都能预言 这是最悲哀的事 比悲伤还悲伤 他有一回跟他先生说 老公 我预估你1956年4月7号 你会离开我身边 他老公气得要死 你干嘛告诉我 好 结果他从那天开始 他就开始穿黑衣服 就果然他老公1956年4月7号就走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万家 是不是都穿黑衣服 是 对 这就是一个大家不知道的地方 还有他哥哥也很恨他 因为在希特勒那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哥哥决定组游棋队 去对抗希特勒 他就跟他妹妹就是万家讲 他说我现在要去组游棋队 我暂时离开你 但哥哥一定会平安回来 跟妹妹相聚的 他却哭着对着他 哥哥这样拉着他的衣镜说 哥哥 我很不幸的要告诉你 你毁不来了 你只能活到23岁 所以你看他可以预言看得到未来 我告诉你很厉害 我还没看到还没遇上 你已经先告诉我 他哥哥就说厉害 拜托你跟我讲在干嘛 我才不信你 别人都信你 我不信你 结果呢 他哥哥后来在游棋队的时候 有一次被德国的纳粹给抓到 后来当场处死 死的时候23岁 我们来看看这一张图 123456 这里面只有一个是真的普丁 其他五个人都是替身 大家今天要问 普丁还活着吗 为什么这么讲 今天甚至连他的告别式 还说普丁的水晶官 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传得沸沸扬扬 都别吵 盲眼龙婆早在25年前过世的时候 已经为普丁划压了生死大线了吗 而且快到了 他说普丁明年会被自己人暗杀 龙婆会再准一次吗 还是说龙婆的惊悚预言 已经提前应验了 每次到了年底 大家都会对于这个 已逝的预言师龙婆 预言明年掀起热烈的讨论 那么龙婆他对于明年 有做出以下几个预测 第一个就说普丁会遭暗杀 然后第二个就是欧洲的恐怖攻击增加 或者是会有天灾 或者可能就是有东方势力的崛起 网路攻击的增加 科技革命医学突破等等 那么我刚念的这几个 其中最热烈讨论的当然就是 普丁会被暗杀 就这么巧的时间点 突然就传出 这个由前克林姆林宫 待过的一位秘密人士 所组成的社群网站 他就说我告诉你 你知道这一两天 五号六号 我们克林姆林宫内部 所有领导高层都到了 包括前总统 包括国家安全秘书长 全部都到了 因为普丁已经走了 普丁不但走了 他们要悼念他 要全部聚在一起 还有盛大的晚宴 普丁走了 那普丁到底身体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这个传言谣言 也不是空穴来风 大家还记得吗 上个月不是传出普丁 因为心脏骤停 然后抢救 后来抢救完毕 救回一秘 在他的秘密别墅里修养 但现在我刚所说的 前克林姆林宫的 这样的一个待过的人 他所组的社群发言说 没有抢救回来 所以当时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 那因为是在那个秘密别墅 就直接他的遗体就在秘密别墅 目前都还冷冻着 然后就会如主持人刚所说的 要装到水晶关 然后在5号6号 不就这一两天吗 然后在克林姆林宫 由所有的这些高层来悼念他 举行晚宴等等 那其实啊 很多这样的一个疑惑 你只要美国CIA出来讲一下话 不然你英国军群六处出来讲一下话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那就是谣言 还是真有其事 可是没有人讲话 就更觉得这个消息怪怪的 这个时候呢 有人就说 其实不管是真是假 但有件事是真的 就代表说 你克里姆路的内斗早就已经爆发 已经有人想要挑战普丁的领导 好 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怪怪的 我讲给观众朋友听 你觉得呢 你知道卢卡申科谁 就白俄罗斯的总统 普丁最好的办法兄弟 铁杆兄弟嘛 当初普丁说要打乌克兰的时候 他是直接跟普丁站在一边 就说打打打打到底 对 可是呢 现在突然就在前一两天 卢卡申科一改之前 他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 他突然说 没有 我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 我一直都觉得应该是要和平 我是和平的缔造者 他是不是有得到什么消息 知道他的老大哥可能 不管是已经走了 还是说已经被政变 那你怎么转性了呢 你前一阵子你还主战派 现在居然高唱和平凯歌 所以我才讲嘛 你要嘛就是 是不是普丁已经走掉了 或者是被推翻 政变给推翻掉了 所以他的这个整个 对于乌克兰的立场 完全有180度的大转变 熊博我问你 说到了普丁 很多人对他的 最近一次公开的印象在哪里 就是他到北京 北京的一带一路的峰会 他有出席 还跟习近平私下 他们讨论了很深入 国际局势交流 国际新闻你都看见报道了 但问题是 他后来 如果他死了 他回莫斯科 莫斯科也三天两头 就由普丁公开走访的行程 这就是牵扯到 刚刚主持人一开始公布的那张图 七个普丁 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我坦白讲 我一个都看不出来 我甚至会回答主持人 那七个都不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只相信眼见为凭 所以你今天有见过普丁面对面 近距离的 那也只有习近平 那抱歉 习近平不会告诉你 我先来讲 这个一下又说他走了 一下又说他活了 一下又说他抢救回来 一下又说没有 那我们就来看他之前的行程 大家一起来看 也许你们可以 看看有没有什么端倪 10月27号他前往克罗料夫 去跟谁见面 一群年轻的航太集团火箭科学家 你看他在那边跟他们进去见面 而且还坐在那 我一点都看不出他有什么心脏问题 他看起来很健康 讲话很强有力 但问题是他是不是真的 年轻人也不知道 我坦白讲 到底有谁能够寄居观察普丁的 是真是假的 好 再来 有时候我觉得小孩子 同言同语 或者说有人说小孩子 常常可以看到大人看不到东西 对不对 你看他现在去造访一群老百姓 突然这小孩子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对着普丁说 你真的是普丁吗 他为什么问这句话 所以我常讲嘛 小孩子有时候他的体质 体质不一样 他可以看到我们 平常我们看不懂的 或看不出来的吗 那重点是 普丁怎么回应 普丁说现在我是 什么叫现在我是啊 所以10月27号那不是吗 还是说你去见习近平的时候 你不是我不知道 这句话什么叫现在我是 还有 如果小孩子不且不论 是不是他能够看到我们 看不懂的 而是说小孩子 小孩子都觉得 你到底是真是假 你到底俄罗斯总统 怎么会在你国内的舆论与气氛 是很多人都怀疑你真假 还有一种可能 大家有想过吗 以普丁的老谋生算 有没有可能 他就是发现 现在大家 克里姆林宫都在内斗 都说我老了 我干脆故意释放我的 子讯来测试你们这些人 谁还效忠于我 谁已经怀有恶心 谁 就是我指的是另外一个族群 叫老百姓 谁来支持我普丁 继续干这个总统 好 今天如果真死 那你还能够继续在视察公开活动 那就要替身哦 那如果是假死 那就另当别论 讲到替身 我们给大家看到是 蒋介石的日记 最近逐批逐批的公开 变成一个全新的话题 但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蒋介石这个一代的大人物 唯一官方版认证的 还真有这么一个替身 他真到连宋美龄都分不出来啊 其实看板上的这张照片 观众朋友 你试着先不要去看下面的名字 我如果遮起来 你告诉谁 哪个是蒋介石 哪个不是蒋介石 我真的分不出来 我分不出来 我坦白讲 我们副职辈的未必分得出来 好 导播我们进头慢慢往外拉 答案揭晓给你看 真真假假 在这里啦 其实我坦白说 我一开始真的看不出来 但现在答案揭晓 我大概知道 因为左边的蒋介石 看起来比较一股阴气 右边的那个 他看起来就比较 没有那么锐利的眼神 但是因为他上任 没有多久之后 被陈立夫将军看到了 不管是眼线看到 幕僚看到 还是陈立夫可能有曾经看到 就打个电话给他 何云啊 我跟你讲 我是陈立夫将军 我跟你说 因为我们觉得 你跟蒋委员长 长得非常像 我们想请你来当他的替身 来当他的分身 那何云当然觉得 这是一种荣耀 就立刻就去了 那去了之后呢 这陈立夫就将何云做一个极大的改造 但学完毕之后呢 我们要做个测试 你们觉得谁来测试最准 当然是蒋宋美龄啊 因为他是他的棋子啊 就测试的结果 绝对令你出乎意料之外 他跟蒋宋美龄相处了两个多小时的那场吃饭 蒋宋美龄竟然都不知道 他不是我先生啊 这真的是很厉害啊 那他总要有个官职咯 所以就给他 除了是当御用替子之外 并委任他当侍卫长 等于也就近保护 因为他在那儿过北伐嘛 可是呢 这一次 让蒋宋美龄给被骗过了 可终究有一些地方就会开始露馅 什么地方呢 还是吃饭 你知道蒋介石吃东西只吃素 不太吃肉 最多吃鱼 但那个和云常常就在这边就犯了毛病 他只要一看到大餐在前面 就大块朵 吃东西又快 蒋介石吃东西很慢 肉也吃 蒋介石说这就不对嘛 我就不吃这个肉嘛 好 第二个 就是我刚刚说 他是来自于乡下的地方 就军人出身嘛 他没有蒋介石国语讲的好 虽然蒋介石讲的也没有多好 但是他缺乏蒋介石的那股领袖技职 好 所以呢 后来蒋介石就说 就用一用觉得 算了 好像也没有说很好用 就把他调离了四重市 然后也就忘了这个人 所以和云一日之间就从未及仁臣 突然就被冷过大陆冷宫 那后来他当然就回到他的浙江 虽然他以前是当过什么公安局局长 但是这次回去 你大概也不可能再继续许认了 就后来他的晚年不是很好 中晚年不是很好 怎么说呢 他女儿亲生 然后他跟他太太生重病 他甚至 透过管道要跟蒋介石借钱 说你能不能经援我 但蒋介石没有给他回应 直到什么 直到了1940年代的时候 就是对日抗战结束的时候 蒋介石那时候要给艾将受接 才说 我之前不是有个替身吗 市会长吗叫何云吗 我也要受与他少将军接 然后这时候你来跟他说 他重病 然后赶快他就拿这个 他下面的人就拿了少将军接 去告诉那个何云说 你被授予少将军接 何云那时候已经重病在床 微微苦笑 微笑一下 然后就走了 所以呢 他虽然贵为蒋介石的替身 但晚年下场 并没有那么的好 太阳风暴会不会再度来袭呢 因为最近美国的太空总署 他们观察到 在太阳上面出现 大到在火星上面 都可以看到的大量黑子 那假设黑子出现了高能量爆炸 可能会瘫痪地磁电力 跟网路系统 这什么意思啊 因为目前人类打造的 网路基础设施 是没有办法抵御 强烈太阳磁暴的冲击 可能让人类回到黑暗时代 但更悬的是这一切 保加利亚的龙婆 早就预言在先了吗 这种各个什么叫做太阳风暴 这个黑子在太阳上面 会对地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 没错 目前全世界科学家 都非常担心这个太阳风暴 或者说黑子 恐怕会让整个地球 遭受到这个前所未见的毁灭 甚至还有人说 可能是世界末日的这个倒数钟 好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甚至我们看 最近一段时间是 主要科学家发现到说 在太阳表面 发现到都非常黑 你看一个黑点这个 这个黑点来说 就叫做太阳的这个黑子 简单来说 它其实叫做日斑 那为什么叫日斑 为什么有很像斑稳的 这样一个状况 主要原因就是说 它其实这是 这个所谓太阳 它自己本身的磁场的爆发 磁场在爆发的时候 因为它的温度比较低 它的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那周边的温度比较高 所以它形成在 我们远端看起来的话 它形成一个温度比较低的部分 温度比较低的地方 就看起来就是黑黑的 所以远端看起来的话就是比较黑 那其实它本身当地在做一个 非常大量的这个磁场的 这个爆发的这个状况 那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你看 这个我们不要小看 这样一个黑点 我们看到 因为太阳比我们地球大太多 它随便一个这个 所谓的日斑 大概对 大到可以吞下 19个地球之多 而且看到的状况 当然我们地球上面 我们没办法肉眼看到 但是我们如果透过天原望远界的话 的确都看到非常多 而且你可以看到说 这一次出现不是只有一点 你看这是比较大点 你看这周边都还有 所以就说通常 这个所谓太阳的磁场爆发的时候 其实它不是单一个 这个磁场在爆发 它会有非常多日斑出现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都是成群结队这样一个状况 好 那你看 甚至远在1.52英里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有派这个 所谓毅力号到这个火星上面 火星上面都看得到 所以现在这一次的这个爆发 是相当规模相当大的一个局面 好 那我们就讲 在这个根据这个之前 1840年左右的时候 科学家就发现到说 太阳会周期性的 这个所谓的 它可能有太阳爆发 就是日斑的这个状况 对 它有周期性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周期性的状况来说的话 它说它在2019年展开了 第25个周期 但是在这个第25周期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活动是异常的这个频繁 那特别是说今年6月太阳黑子的 这个平均数是163 它说还没有达到这一次的最高 但是呢 已经打破了2002年10月以来的最高纪录 甚至有7天的数量超过200 那6月22号的这个观测数量 高达240 那也就是说 黑子的这个平均数量 或是日斑的平均数量 是20年来最高的 20年来最高 好 那你就讲 那这个对台湾 对地球有什么影响 我跟他讲 因为这个所谓的 太阳爆发这个所谓磁场爆发 它会喷射 那个叫做日免喷射 它会喷射到很远的这个地方 很远的地方 它会喷射到地球来 喷到地球来的时候 所以可能会对地球 因为它喷射出来的话 有非常多都是电磁波 还要带着非常多的 各式各样的物质 它可能会对全世界 地球的磁场 电磁的这个 地球里面的这个电磁相关的 都会造成很大的波动 我们讲到几年前的时候 其实伊隆马斯克 他有发40颗卫星上去 发40颗卫星上去之后 结果因为他没有这个地球的保护 他在外太空之后 就没想到 就遇到这个太阳喷射的这个磁场出来之后 就把这40颗卫星全部都打下来 所以卫星是第一个先被摧毁的 对 但是你就知道说 其实我们地球 当然有我们相关的这个保护 你看这就是 他们这个SpaceX的卫星 被打下来的这个画面 好那当然 这个所谓的 这个太阳的这个 日班的这个爆发来说 来到地球的话 我们平常看到什么 比如说极光 很多人看到极光 那就是太阳磁场 喷射过来之后 会产生一些极光进入地球的时候 但是如果假设这个大量喷发的时候 搞不好我们在赤道 我们台湾都有可能会看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极光的这个现象 好那我们讲 这个加州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助理教授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假设发现 剧烈的这个太阳磁爆发 受威胁不只是人造卫星 我们看人造卫星会受到威胁 那地面网路也会受到威胁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会瘫痪 因为它是太强的电磁波进来之后 它就是会瘫痪你整个的电磁波 这是连国际的网路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路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在海底电磺里面的那些光纤 恐怕都会受到波及 虽然就是说 这个网际网路每瘫痪一天的话 美国就会面临到70亿美金的这个损失 光是美国70亿元 网际网路瘫痪 这好难想象 全世界的损失 那你跟我们讲 网际网路还有地面电网 假设真的都完全瘫痪的时候 那真的就是人类的浩劫 我们想现在人 这个这么大的热天 如果没有网路没有电 你想会是怎样的生活 当然不可能一个状况 什么都要靠网路 所以事实上 不只是这个科学家这样说 连老高都说 他说当太阳发生这个爆炸的时候 这个冲击波会有三种东西 一个是超强的电磁波 这就会受 让我们所有电磁都受到影响 还有高能量的这个带电的离子 还有等离子云等等 那冲击到地球的时候 会带来毁灭程度的破坏 虽然说我听不懂三个是什么 但问题是他可能会冲击到地球 就会毁灭程度的破坏 因为这三个这些东西来说一定 你试想 我们现在几乎所有地球用的东西 都是跟电有相关 跟这个 所以你知道电的东西假设全部瘫痪 你只要试想 电的东西全部瘫痪 到底会是怎样 那这真的是跟毁灭 那时候跟你讲到 因为过去太阳这个周期活动 本来就是一个固定的循环 但只是没有像这一次 这么样的高能量 没有说我们看到说 事实上过去有没有量成灾害 我们必须讲过去 这个地球这几年都相幸运 大量爆发的时候 其实地球都不是正面迎接 但我们看到历史上曾经有发生过 极次神秘的大断电 人家就说可能跟太阳磁暴 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比如说在1989年的时候 当时扭遮周突然之间 不知道为什么 它整个这个价值 约莫是一千万美金的 所有的这个变压器 都完全受损 都坏掉了 为什么受损 因为很有可能就是 电磁波直接的这个打击 另外在1989年的时候 他们当时的这个魁北克省 也遭受到太阳电磁的这个爆充 爆充的话你看经历了九个小时 约莫九个小时 六千万 六百万民众 遭遇到九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停电 所以那是大家都不能接受 所以你看1989年的时候 当时大家在低纬度的地方 还可以看到激光 那就是当时他来 不过那时候我们必须讲 他那时候的这个太阳的这个磁暴 没有像这一次的黑 黑子活动力这么强 所以全世界 为什么会绷紧成亲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到底会不会真的发生太阳磁暴 科学家有他的解释 但是神秘的那样也有 早就预言在线 我们知道保加利亚 非常有名已经过世的龙婆 他的预言里面就写到 在2023年当中的四大预言 有一个就跟太阳磁暴 有非常非常高度的关注 对 没说我们都知道 这个盲眼龙婆 他事实上预言有时候蛮准的 好 那他对2023年 有四大预言 就比如说生物武器 普丁会不会这样做 他在战事中的确有投入 这个所谓神经毒气 好 那太阳风暴来一起 这个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 包括说像地球轨道的改变 然后新生儿的这个实验室的计划 当然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太阳风暴来袭 因为他会讲到 他是好几十年前的预言 他就讲到重创全球的 卫星通讯电网跟网络 跟现在好像不谋而合的 这个状况 所以大家就担心说 难道龙婆你之前几十年前预言 就知道会是这样一个局面吗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到日本还有一个作家 叫做龙素亮 他有一本书在我所看见的未来 那为什么 其实他原本为止来说 原本不是也没有很红 但是因为主要是 因为他后来精准的预言了 这个日本2013年的 2011年的311的海啸 他书里面就写到了 对 他就说我梦到 好像有海啸来一起 就果然就真的有 所以大家就开始 关注海里面的预言 对 没错他的预言 那他预言就说 2025年会有一个更大的海啸 而且这个海啸是 毁天灭地的海啸 那你知道毁天灭地海啸 要跟这个太阳有什么 跟太阳有关系 另外2025年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中间的 海底裂开 然后有东西喷发出来 那海面的巨大海浪 冲向四面八方 是311的三倍 2025年7月 311是非常严重 然后还311的三倍 那其实 这些证据都导向说 其实跟太阳的风暴会有关系 可能会引发海啸 对 为什么 因为2020年的时候 英国在这个科学报告上面来说 有一篇论文 这论文是什么 他说这个太阳风暴 也就是太阳的这个磁场的运动 运作的时候 它跟地球上大规模的地震 可能存在一些所谓的联系 也就是说 那我们知道说地震 一旦有巨大的地震的时候 会引起海啸 311地震是如此 南亚大海啸也是如此 所以就是源头 假设真的发生了太阳风暴 这个磁场会联动到 地球发生地震 那如果地震很大的话 就会引发到非常严重的海啸 所以我就讲 龙博讲的跟这个所谓的龙数量 讲的其实他们都是一样 这可能是太阳的造成的问题 造成人类的终极浩劫会来到 那特别是有这个研究人员就说 有证据表明 世界范围之内的大规模的地震 和受太阳 这个所谓影响的 石器圈的附近的直指密度 有高度的关联性 所以所有的研究机构都直指 就是说它其实跟 太阳风暴会导致地球的地震 更加的频繁 甚至我们就讲 最近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 就是有一个疑似是未来人 他来到我们的目前的 现在的这个世界 他在告诉大家说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对外联是过去的 对 没错 那他其实拍了一个影片 那拍了一个影片他就说 他是来自这个3036年的一个未来人 那当然这个影片来说 真的有 对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之前有发生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然后在美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发生 然后他说未来人们会活在 所谓地下的城堡里面 然后这个废弃的隧道系统里面 被分为这个底层人 然后他们都不会活过四岁 而且他说什么 2025年 如果你仔细来看 他当时的这个样貌 他其实就是比较白 这个好像毛也非常少 就很像是他说的所谓底层人 他那时候就已经活在地底下 对 未来的人类 因为后来人家还去抽他的血 说他真的是来自未来 因为他的这个血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辐射物质 比我们一般现在辐射物质还要更高 所以显见他曾经经历过类似是 比较大规模的核磁武器攻击 所以这可能就是他所说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他还讲了什么 但是他还讲了一件事 让我们跟真的是相当的惊讶 他说这个2035年的时候 会发生所谓的五年左右的大停电 2025年 那我想五年的左右的大停电 那2025年不就是现在吗 那再过两年 那五年后的大停电 那为什么会有五年的大停电 那如果你把它跟龙婆的预言 然后跟这个龙数量的说话 一模一样 就是太阳风暴 然后造成会长 如果太大规模进来地球的话 会造成整个地球的这个磁场 都会受到影响 磁场受到影响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电网瘫痪 整个网路会瘫痪的时候 那整个电就会完蛋 所以他讲到说 而且他说五年的大停电之后 因为我们知道 人类如果真的是五年大停电之后 那势必人口会大量的减少 对 因为粮食会受到影响 因为我们很多吃的喝的用的 都跟这个有关系 那人类的生活 大概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那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说 世界人口就会只剩下20亿 所以他们这些讲法来说 都直接直指到说 他成同阿南德九次预言九次准 难怪被人家形容 他根本是时空旅人 我们现在所历经的一切 他都见过了吗 今天中博二代我们看到 不同年代的时空旅人 也多次的试景 未来的地球恐怕如悲惨世界一般 甚至也预言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开打 是美国跟中国打起来吗 不 北京到时候只会是配角 那跟美国拙对厮杀的究竟是谁呢 之所以最近会有这么多人说 其实地球上可能真的存在着时空旅人 就是阿南德 因为印度神童阿南德 他预言什么就重什么 所以很多人说阿南德来自于未来 所以他都知道现在要发生的事情 而阿南德他只是用神童两个字 来掩饰自己是时空旅人的身份 甚至有人觉得阿南德 搞不好还是个时空旅人特工 好 那阿南德本身并没有对于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提出他自己的解释 但是倒是有一个人 最近引起大家的震撼 就是画面中右边的这一位 他说他来自于2030年 那距离现在就是九年后了 他说他是南美洲某个国家的人 他在2030年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高中生 他就被他的国家政府给召唤了 说你要必须去实施时空旅人的计划 所以他2017年他就来了 中博九年之后 你现在很近耶 他居然现在可以告诉我 我是从九年后来到眼前的这个世界 那我怎么相信你 好 他2017年就来了 那来了他已经在这边四年了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啊 那你是怎么来的啊 好 测谎就好了 结果测谎 我觉得他一定不会过的啦 他过了 他测谎过了 班长 这里一个小小矛头 他怎么样逃避过测谎 他过了 然后接下来人家就说 那你身上有没有什么证据 他就伸出他的手 给大家看 他说你看我手里面有个晶片 他说这个晶片啊 你看 我把S光图接给大家看 他说你照S光图 你就会看到晶片 然后就一照真的有了 然后他们就说 这晶片是什么 他说这晶片就是 让它能够穿越时空的一个 很重要的工具 那他到底要爆料什么 让大家如此的震撼 他爆料两件事 第一 他说2028年 那不就距今只剩七年吗 会有外星人光年弹簧的 来地球拜访 他说是五毛外星人 到时候会有五毛的外星人 会来喔 第二个呢 他直接讲说 你知道你们现在那个 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 会成功喔 好 他就讲了这两件事 最后人家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滞留在这不回去 他说因为政府抛弃他了 他就这样讲 好 听起来很悬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你 你说悬 但的确这些时空旅人 讲了很多事情 跟现在的世界上 ING发生的事情 是match的 你说找得到蛛丝马迹 可以呼应他的预言 我举个例子 照他这么说法 就是外星人要来 而且外星人可能 已经存在于地球 这不就MIB电影在拍的吗 好 结果就有人发现 你知道福克兰群岛 老一辈都记得 福克兰群岛战争 对不对 这个福克兰群岛上面 有一种企鹅 它叫做巴布亚企鹅 它最近被人类发现 这巴布亚企鹅 有一个让大家觉得 很不可思议的地方 就是它的排泄物 它的变变里头 这个零化氢在地球上 至今是没有办法自然生成 只能靠化学合成 在我们的太阳系的行星当中 只有一个星球 它的零化氢可以自然形成 就是金星 可是现在福克兰群岛上的 这个企鹅巴布亚企鹅 它就可以给你自然生成 而且还是无痛生成 不会吧 我就排个屑我就生成了 你说这样子的化合物 只有实验室 现有的实验室能力 合成得出来 但它变变就是这个成分了 好 那这样子讲 我们就又稍微 比较简单的来下个结论 那很简单嘛 就是这个巴布亚企鹅 来自于金星 不然就它的祖先来自于金星 你才会有自然生成 零化氢的能力不是吗 所以导播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照片 这个是这个自称来自南美洲的 时空旅人 你看他把手伸出来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值了晶片 这个晶片到底还藏着 什么样的讯息 如果它所言为真的话 其实不只有它 终部我们来看到 居然连CIA的干员都跳出来说 我也是来自于另一个时空 我也是旅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时空旅人 他就自称自己真的是特工了 我觉得他有点像那个星际艺工队里面的那个男主角 有没有 他被招募了嘛 然后他就开始就穿梭于各星球之间 然后实施特工任务 画面中你看到这个人 你不觉得他长得真的也是有一点怪怪的吗 说真的 那他怎么自称他的来历呢 他讲 他说我不会告诉你我来自于哪一年 因为我就一直在时空穿梭嘛 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去过2118年 我算了一下 2118距今 快要一百年后吗 将近一百年后嘛 那那证据呢 他就秀了一些照片 就这张 我给大家看 他说这个就是他在2118年拍的照片 有看到吗 那个照片还真的蛮诡异的 你说这一张啊 对…还真的蛮诡异的 那这是太阳报报导的 那这个照片 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拿去看说 是不是合成 这个以后我们再讨论 但是他讲我2118年 他为什么要去啊 他讲因为我是CIA的时空旅人特工 那我想CIA那应该指的就是美国了 那我们这样把它整理一下 就这个人 他是美国CIA未来的特工 而他的任务是要穿梭各个时空之间 去从事对美国有利的任务 那不信 我就把2118年的照片给你看 好 那结果看到之后呢 大家就对他说 好像有点相信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可以告诉你一些 他所知道的秘密 这秘密有两个 我想观众朋友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 第一个就是他说 郡相刚刚开场盘提到的 接下来未来地球会有两个国家 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讲是美国跟朝鲜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好了 他讲完这两个之后 我还是要拉到我们 现在2021年跟大家做个印证 你知道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 最近不断地在批评 北韩是流氓国家 我们也知道北韩全不是才国境吗 对不对 然后北韩很异常地 展示了一些很特别的队伍 似乎都跟天灾防疫有关对不对 其实队伍美国以前都没看过 然后好像有一些那些 我们讲的巡弋飞弹 洲际飞弹 却都故意不让你看到 所以美国就觉得怪怪的 他觉得北韩现在根本就是一个流氓国家 所以他决定要干嘛呢 他决定要成立一个 斩首行动 这斩首行动会让我们想到宾拉登 大家还记得当初宾拉登 那个执行任务的单位是哪个单位吗 在巴基斯坦拿下了他 对 我告诉你是什么单位 是320特种战术中队 很少人听过吧 大家可能就想说 是不是什么海报啊还是什么 我现在就直接公开 是320特种战术中队 这个单位一直秘密地存在着 而现在五角大厦就叫他们 必须在阳光下赶快部署吧 为什么我说摊在阳光下 他就直接大啦啦地跑到了 南韩的平泽基地 跑到南韩秀出了他的斩首 秀马首 对 平泽基地 那他要做的事情就是 夜间空降斩首行动 那不就是剑指金正恩吗 你说从这一次的 我们讲的已经是激进 斩首行动的演练了 那是不是真的象征美潮 难道真被这位 自称来自未来的CIA特工 给说中了呢 所谓的时空旅人 所谓的预言 如果你没有像 你刚给我的都是新闻的线索 不对的去呼应他们说的 有没有那么一点真实 我们再给大家看到 这个从更遥远的地方过来 一千年之后 他的话我能信吗 好 这一位老兄呢 他长得到比没有像前面 两位的那么的奇特 但是呢 他的装扮很奇特 他就穿着一个帽T 戴了个口罩 然后他三不五十 还会突然戴上那种MIB的墨镜 他讲的我觉得就比前面两位更悬了 他说他来自于3036年 那已经是一千年后的事了 那这一位来自于一千年后的时空旅人 他讲的都比较是接近在 像是电影2012的剧情 他说你们地球会发生大灾难 现在地球的人口将近78亿 会锐减到只剩20亿 哇 四分之三人口不见了 哇 这是灭绝的概念耶 不是始于疫情 对 是始于天灾 好 第二个呢 他讲在2052年 人类就会先面临一个可怕的事情 就是我刚说的能源短缺 首先大缺电 大缺电呢 五年 接下来的五年 就是从2052年开始算起 未来的那地球五年 都是停电状态 黑暗 没电 没网路 人与人之间完全就是 你抢我 我抢你 好 那真的吗 他讲了这个 其实现在在中国大陆 真的正也在发生当中 我们来看 你知道中国大陆最近东北地方 突然很多地方 莫名其妙的就停电了 弄得老百姓觉得奇奇怪怪的 他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来 先跟你这个国家 发生了贸易战 最后可能也因为你这个国家 选边站 你选了美国 那我就跟你对着干 然后我就抵制你 你抵制我 能源短缺 我在短缺的情况下 不得不让很多的老百姓 变得缺水 缺电 缺粮 然后国家之间再来越来越紧绷 那不就回到刚刚我所说的 诺亚也好 CIA特工也好 还有这个帽提胸也好 他们讲的其实几乎也都 一一应重 就是未来很可能都会因为天灾 或者人祸导致地球的灭绝 是来自于国与国之间 人类旧游自取 我们来看看当年在那个羽田机场的 那个海关柜台 那里的办事人员永远忘不了 这个意外来的访客 跟他那一本匪夷所思的护照 哇 这个更离奇 在1954年的7月 日本的羽田机场的海关 有一个白人看起来是高加索人 那留着一个胡子的中年人 出现在这个海关 那他用流利的话文 所以海关的官员他讲说 他应该就是来自 这个应该是他的母语 然后问一下 你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 他说塔里德 再讲一遍塔里德 没有听过哪一个国家 他叫塔里德 塔里德的 然后大家觉得很奇怪 passport拿出来 结果他护照拿出来 这个护照 这个神秘男子的护照 这个不是变照的 不是假护照 你看有到日本 到各个国家旅行都盖章 这是真的护照 好 那海关官员就觉得 你在唬唬我 你讲一个塔里德 好 那这个神秘的男子说 你不相信 我们来求证一下 你打电话 我来日本你们这一次 我是要谈生意的 好 你就打电话一下 联系啊 我要谈生意的那个日本公司 结果官员打电话去 过去了以后 这个人不认识 你要计划留宿在这个日本的这个饭店 再打电话过去 也没有这个人的资料 这个不是胡说八道吗 那来 我地图翻开 塔里德你给我讲哪一个地方 对啊 给我指出来吧 他指出来华国跟西班牙的中间 有一个国家 其实这个国家现在是有叫安道尔 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国家 但是怎么是塔里德呢 哇 观点就觉得奇怪 好 我暂时把安顿啊 在这个机场附近的一个旅馆 但我派两个人啊 这个砍住你 对不对 那隔天一找的时候 要找他的时候 哇 非常离奇的事情 这个人不见了 不见了 完全不见了 然后你看他的两个人 也不晓得这个人为什么不见了 所以好像这个事情 从来没有发生过 你能怎么不见 人就守在门口 他就在房间里 说不见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是不是另外一个 时空旅人的故事 好 说到了时空旅人 来又走 他能不能留下一些足迹或证据 让我们按图所记 来 我们告诉大家 如果他能提得出一些 适切的论述 后面又经得起验证的话 那我就拍拍胸部 我觉得我服气你 还真的有 最近你看YouTube里面 有一个叫亚当 自称来自于2045年 那每一次他在网路讲这些 网友都不相信 好 来 我们这 他脸自己吐起来 我们来放这个什么 测访 我讲的没计划 是不是真的 来测访 结果是什么 测访 测访也过 过啊 过啊 他预言什么东西 他说未来的地球是AI统治 恐龙可以互制 像朱镕记公园一样 还有一个近人的预测 他说未来美国最伟大的总统 是这一位 这是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孙女游览 他现在才十岁 所以他将来可能是要选美国总统 所以这个来自于2045年的人讲的话 至少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办法验证 所以到底是胡说八道 还是真的时空旅人 我们先搁着他 有没有可以验证的 好 我们再讲一个 这个蛮有名的 约翰提托 这个人你看 他是在2000年的时候来做议演 他首先讲一下我是怎么样 因为当时他穿着了这个 跟当代不符的现代男子 他说我是美国一个军人 我有使命 我回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IBM5100的一个电脑 那我要修改旧的城市 免得2036年 他从2036年回来的 免得2036年产生了电脑危机 好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看 蔡总说的这个照片 约翰提托 你看这样的一个年代 大家都是还戴那个泥帽子的 非常gentleman的 他好像还蛮新潮的 他很新潮 感觉像格格不入的 好 然后才2000年的时候 他说我完成了任务 那我回去 看一下他的父母 他还去看他父母 他说当时他两岁 也看看自己 在那边停留四个月 把这个时间细节都讲得很清楚 再过来网友就 因为网络他就讲 网友就不相信 来 你来时空旅行的话 你的时间机器呢 绣给我们看看 还真的绣出来 绣出来这个时空的机器 你看这个机器里面 还有这些按钮 电话线 并且把这个时间机器的内部 也拆解 也给大家看 重点是 他有做一些议员 对不对 你的议员 你来自未来 你就会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了 狂牛症在未来几年会发生 席检美国 2003年美国就狂牛症 那时候事情还闹得蛮大 再过来不是伊拉克战争吗 他说这个找不到这些大伤伤力的武器 毁灭性的武器找不到 真的没有找到 后来布希总统他议员会连任 那时候因为小布希总统 伊拉克战争 所以大家讲说 你不太可能连任嘛 对不对 挑动战争 连任 所以这件事情他玄妙在哪里 这个John Titor 他讲这三个预言的时候 都是2000年年底到2001年年初的时候 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你怎么会知道2003年会发生什么事 你怎么知道2003年3月的小布希 会发动第二次的伊拉克战争 那个时候布希总统 才刚刚就任两个礼拜 你居然告诉全世界说 他会连任 还是四年后的事 对 当然有些网友要来踢馆 你告诉我乐透的号码 就伊拉克战争都说 怎么可能 你时空旅行回去 你过去的那一天里面 发生的那些细节的问题 比如说那个乐透号码 你怎么知道 好 那现在我们要看 这个约翰提拖 当时秀出他一个时光的机器 他把时光机器 放在他的血活缆的车里面 结果时光机器在这个地方 它会打出一束的一个镭射光 然后时光机器 这个地方就扭转 你看过那个星际效应的电影 人类太空船的话 其实它为什么可以 会辉跃几百亿光年这么长的一个距影 这个就是什么 虫洞 你看 雷胜光经过的时间 发生的扭曲 比如说我们这一张纸 这个点到这个点 对不对 但是我假如把它扭曲了以后 两个点就重叠在一块 直接我就到那个地方 伊朗提多 当时就把这些理论 讲得一清二楚 现在什么时代呢 你在跟我讲时空穿越 那每天都时空穿越都说 那鬼故事 来 侍从告诉我们 从这张照片讲进去 该怎么解释 一个英国的母亲 这个叫Laura 她在翻阅过去的这个照片的时候 她说 她特别说 她剖出来的这个照片 她说这是十年前的这个旧照 这个是她的女儿 她女儿叫做阿爷莎 那当时的时候只有五岁 那时候是五岁 就没想到她说这个照片的后面 这边有一个金髮的小女孩 她就说这个金髮的小女孩 是她的小女儿叫阿爷 这个她小女儿叫做Sophie 她说Sophie 当时没想到在十年前 她当时还没出生 在她出生前三年 她居然穿越时空来看她 她一直言之早早说 这个就是我的小女儿Sophie 简单讲 两个女儿 姐姐在这个地方 拍照的年代 妹妹根本在哪里 神游根本就不知道 结果后面居然出现了一个小女生 这个小女生 他们深深的相信 这个就是几年后的妹妹 对 没错 我们现在看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照片 这个阿爷杀 她现在已经长到这么大了 那你看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小女生 后面是一个金髮的女生 她就说是她的小女儿的Sophie 那到底像还是不像 很多人都认为说不像 很多这个从照片来说是不像 但是这个母亲 一直非常言之早早说 她认为这个穿越时空 的确是真的好 说这个小小小女儿 穿越时空 进到他们相片里 但有人会说 这简单 P图就可以P出来 是 没错 那好 既然是P图 会P出来 那我们来看这个影像 这个影像就不是P出来 但是大家还是觉得 非常非常的诡异 这是美国的一个 街头的一个画面 但是画面是什么 你看一个男子穿着这个帽梯 他走入一个店里面的时候 你注意看 他就走进去 而且还是穿越进去 穿越进去 然后穿越的那一刹 好像有那种磁场改变的状况 那你仔细注意 他下面还有一个时间 你注意 他进去的时候是 2016年的这个1月30号 那你注意看他出来的时间点 如果我们在看上面的这个 video的这个画面来说的话 他居然已经变了这个时间 你看2016 1月30号 他进去之前 仔细看 这个要进去的时间 进去之前的时候 2016 这个2016的1月30号 那后来他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画面 可能或许没有拍到 但是的确 这个画面你再把它往上看 这个时间表的话 是2019年的1月30号 也就是说 他在进跟出的时间 居然有三年的这个时间 很多人都说 这个影片总不可能作假 那的确 这个神秘的男子才穿越时空 进去跟出来之间 没想到居然就隔了 三年的这个时间 到目前为止 这个影像还令人无法解释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这是玄之又玄的 这是影片的 你要怎么批呢 再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爱因斯坦认证的穿越时空 那不是一个人在遍不见 是整艘船 船上的官兵弟兄 对 如果讲到一个穿越时空 最恐怖的一个实验的话 那就是废城实验莫属了 事实上这是在二次大战 1943年进行的一个实验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实验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时空背景 因为1943年 当时美国跟日本 还或是德国 他们在挑战非常地激烈 那美国的这个船 常常都会被打沉 所以当时美国就想说 如果我能够让船 隐身起来的话 那是不是非常好 那如果他们就认为说 如果能够做这样的话 他们已经可以轻松地打败 就打败这个敌国 就当时有一个人提出一个看法 我们都听过特斯拉对不对 特斯拉在生前写了最后一个理论 叫做重力的 这个引力的动态理论 这个理论没有人知道 它是什么东西 但是拿到美国政府的手上 特斯拉这个理论是讲什么 他说如果藉由电磁波 或者是磁场的改变的时候 可以让整个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消失的状况 就后来这个爱因斯坦 他的相对论也提出来的时候 坐实的这个实验 是可能成功的 这个实验的出发点 其实很简单 但是套一句 现在我会说的就是逆中 因为那个时候 你看德国的潜舰神出滚木 就把你打掉 你就不知道它在哪里 你就已经沉船了 对 于是在1943年的7月22号的话 第一次的这个废城实验登场 那我们刚才讲到 他们的理论是说 借由所谓的这个磁场跟动力的 这个引力的改变的时候 可以让周边的光折射 折射回去的话你就看不到 你就不知道我在这儿 就变成是隐形 所以你看 他们当时第一次实验的时候 是在废城的这个船屋里面 那他这个船是 Aird Bridge的一艘船 他这艘船是驱逐舰 他长是94米 然后重是1600吨 是非常大的一艘船 结果你知道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打开3000个这个电池的放大器 电池放大器放在他周边 就重至少5吨 结果一打下去之后 没有错 他马上在周边 就形成一个云雾的绿光这样 然后就不见 不见之后马上就出现 第一次实验的时候 第一次实验之后 短短的几秒钟 短短几秒钟的时候 这些在上面 因为上面有船员 船员就感到恶心 而且做完实验的时候 他们分不清楚方向 于是美国政府就认为说 可能第一次的实验不算太好 所以他们在把周边的一些措施 再把它做得更好之后 进行第二次实验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地方 你的第一次实验 我如果站在这个电池厂外 我肉眼看到是 的确有一个绿色的光团在里面 在里面的那些人 自己会晕眩会恶心 我们看到就是他真的不见了 第一次的话是 好像有点半成功 但是第二次是真的成功 第二次你看 1943年的10月28号 进行第二次的这个废城实验 那一样还是这一艘船 那一样在这个船屋里面 就像这一次的这个磁场 一打出来之后 大家看到说没多久 在他们的眼前 这一艘这个air bridge的 这个所谓驱逐舰 居然就消失 消失不说你知道 在这个600公里外 在维吉尼亚州 有一个诺福克的这个基地里面 居然有人在那边看到说 这一台船居然在那边出现 它穿越时空600公里 而且出现的时间 还不只是短短的几秒钟 是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几分钟的时间 它又消失又回到这个地方 几十分钟之后 它回到这个原本 这个废城这个实验场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们实验成功 不只是让它消失 而且让它穿越了600公里 而且这个真是一个 空前绝后的一个 不可思议的这个实验 那我现在很好奇了 居然你可以平行飘移 穿越时空600公里 对 上面的人怎么办 对 他们一开始认为说 这个实验是成功 但是他们上到船的时候 发现到糟糕 好像会产生非常 难以解释的这个副作用 譬如说它移动的这个瞬间的话 60%的船员不见 也就是他们去清点人数的话 居然说40%的人在 60%都不见 你把他们的变到哪里去 对 而且你知道 生还者的话 很多人他们再回来的时候 你问他说 那你们到哪里 看到了什么东西 他们都讲不出话来 就好像很茫然 就好像有点神经戳乱的这个样子 而且你知道吗 更夸张的是 他们没想到就看这个人的时候 你看就出现这样 有五个人 他居然跟这个舰体 融为一体 就好像我们看到很多电影的特效 不是有人 跟这个所谓的钢铁 什么结合在一起 你可能可以看到他的脸 或看到他的身体 他真的就是跟这个健身融为一体 所以这个实验是太过的惊悚 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实验可能恐怕是失败 这个实验后来在1943年 第二次实验之后 就没有再做下去了 这个没有再做下去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个实验 会露出这个所谓的 大家会知道这个实验 主要是爱因斯坦在他死前的时候 做了一个非常诡异的这个动作 爱因斯坦任何手稿的话 大家都人类都一定是把它留下来 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所谓未来可能改变人类 所有的重要的这个information 就没想到他在死前的时候 他居然销毁了一批的这个手稿 那这些手稿被人家怀疑说 就是跟这个废城实验 相关的所有的手稿 他就把它烧光光 也就是说他不想要让人家知道 这个实验到底发生什么事 而且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你知道这个废城实验 甚至后来还拍成了影片 这个在1987年的时候 有一个废城实验的这个影片 还拍出来 所以很多人就言之早早 甚至后来还要拍成电视剧 甚至后来很多港台的戏剧里面 都用这种废城实验 当成一种梗来这样做 非常好看的 这种废城实验的这种废城实验 都用这种废城实验 这种废城实验的这种废城实验 这种废城实验的这种废城实验 这种废城实验的这种废城实验